8月31日,沪深两市多家上市公司发布重要公告,云南能投米14.22亿元,收购控股股东所持风电运营资产,中国动力控股股东方面在抛增持计划里继续增持5-2%。 20亿元,用几股份以0.5亿至1.5亿元回购股份,一、云南能投米14.22亿元,收购控股股东所持风电运营资产,云南能投公告公司,你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马龙公司100%股权,大摇公司100%股权,汇泽公司100%股权以及卢西公司70%股权。 交易价格确定为14万2233万元,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为每股11.22元除息价。 据此计算,公司将9本次交易向新能源公司,发行1亿26767379股A股股票,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快速进入风电运营领域,实现在清洁能源领域内的进一步拓展。 2.中国动力,控股股东方面在抛增持计划你继续增持,5至20亿元中国动力公告,公司控股股东中传重工集团内一致行动人中传投资,已完成8月8日披露的增持计划,合计增持公司股份1387.12万股,增持比例0.8%,增持金额2.50亿元。 此外,中传重工集团31日增持公司股票387.52万股,占总股本的0.22%,并计划6个月内继续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5至20亿元。 中传重工集团认为公司价值被低估。 三,拥挤股份,拟0.5亿至1.5亿元回购股份拥挤股份,披露股份回购预案,回购资金总额为0.5亿至1.5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17元每股,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四,开英网络,拟2亿至4亿元回购股份开英网络公告,公司计划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4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股权激利或予以注销,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 五,东华能源,拟6亿元至10.5亿元回购股份,东华能源披露回购股份预案,公司拟不低于6亿元,不超过10.5亿元回购股份,且回购股份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回购价格不超过12.7元每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公司股权激利或云工持股计划。 六,赛伦金宇,你与中国一气合作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项目赛伦金宇公告,公司提权资此公司赛亚检测与中国一气签署合作备忘录,将在一气华东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项目中深入合作,共同开展试验场建设与运营工作,双方将合资成立华东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暂定中国一气 资伦金宇持股85%,赛伦金宇持股15% 纳川股份公司签头的联合体中标6.79亿元 PPP项目纳川股份公告公司近日收到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作为签头人。 与安徽省交通行务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市公用事业规划设计院,组成的联合体,为联州市PPP模式征线,推进村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第二次的中标单位,项目总投资额约6.79亿元,占公司2017年度营收的45.89%。 8. 浙商证券,自公司获得受托管理保险资金业务资格浙商证券公告,全资此公司浙商资管,接到银保监会通知,浙商资管提交的投资管理人,受托管理保险资金业务申请以获准备案,可以开展受托管理保险资金业务。 9. 银星能源,与东方封电,签署合作协议银星能源公告,公司与东方封电,签署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东方封电,先期使用公司厂房和供器具进行封电,机组生产及技术服务,覆盖宁夏及周边区域市场。 后期视市场情况,双方共同推进,在新能源领域成立合资公司,加大合作力度。此外,双方将在封电,后市场方面开展紧密合作,包括但不限于封电,机组设网技术改造,封电设备安全致力及提效改造等业务。 10、江淮汽车,今年累计收到1.52亿元政府补贴江淮汽车公告,截至8月30日,公司疾控股子公司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1.52亿元,将对2018年度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文章来源,据风投顾免则声明,以上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操作建议,据此操作盈亏自负,风险自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